您好,我是端传媒资深编辑杨静 美国大选投票就要到了 端传媒推出2024美国大选限定新闻信 除了及时追踪最新竞选动态 您还可以跟随端传媒深入决定选战的摇摆州府地 聆听雅逸和华人社群的声音与需求 理解选民最切身的议题和分歧 现在就点击节目下方show notes链接 免费订阅新闻信 立即获得来自美国选举现场的一手资讯 来自端传媒编辑部 这里是端文 我是露露,宁慧 文化战争成为美国大选中的焦点议题 禁输成为这场战争的核心战场 保守派试图阻止进步思想影响下一代 进步派也开始反向动员 新一波的文化战争如何改变摇摆州的选情 我们的特约记者谢达文走访乔治亚州小城 带来现场观察 今天是10月18日 星期五 达文你现在人在乔治亚州 先告诉我们乔治亚州这一次作为摇摆州 今年这里的选情到底怎么样 就是我这个月月初就飞过来这里了 那乔治亚州呢 它是一个Swing State 一个摇摆州 那赢下这个州的阵营呢 这一次是可以拿下16张选举人换票 它等于是宾州之后的摇摆州中的第二大奖 那过去呢 乔治亚一直都是偏向共和党的 但是近年来因为三个原因 逐渐偏向民主党这边去 第一个是许多高教育程度的美国人 从其他州 他搬来亚特兰大的周边 那这些人多数就比较偏向民主党 第二加上民主党动员 黑人选民的组织实力 他也增加了 最后是川普之后呢 本来居住在亚特兰大周边的 温和保守派的有钱的白人 他也离开共和党 那这三个原因使得民主党在这里 变得有竞争力 2020年呢 就是乔治亚投票人数有高达500万人 那拜登是以仅仅1万1000多票的微小差距 来赢下乔治亚州 那主因就是民主党 这种号召选民的能力 他增加了 那在这次的采访中呢 我因此选择去Dekater这个小城 那这个小城呢 是一个人口只有2万多人的小城市 距离亚特兰大市中心 开车大概是只要半个小时 人口呢 也是以高教育程度的白人为主 近年来已经是民主党的铁票区 那这种进步派又小地方 一般可能会觉得说 是不是对选情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那这一次在乔治亚的选举结果 他很大一部分就将会取决于说 民主党在这样的地方 他能不能够开出足够多的选票 那来抵消川普 他在乡村地区 在其他地区的优势 那贺锦丽在这边呢 他是不会输给川普的 他只有可能输给政治冷感 那来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发现文化价值是 其实很多市民在意的事情 是他们不会冷感 会排斥共和党的原因 所以这篇报道呢 我们的主线就放在所谓的 Cultural War 文化战争上面 的确今年的选举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 文化战争这个词 那到底什么是文化战争呢 他为什么会在这一次的选举中 变成选民非常在意的事情 那简单来讲呢 所谓的文化战争 指的是保守派进步派 大家在价值观 在社会文化 在教育问题上面 他可能有一些分歧 那之前我们有专访过一篇 是政党史的专家 Tim Schenck 他就有提到说 美国政治史 其实200多年来 都充满着这种文化战争 但是这一波的文化战争呢 我们可以说大概是 2020年前后 他又再堵烧起来 严格说来呢 如果看民调 相较于经济 相较于堕胎权 相较于移民 文化战争 其实不是选民 最关心的议题 本身来说 但是文化战争 他影响的是 选民对于政党的 整体的看法 他会不会觉得说 对方这个政党 哇 很极端 很奇怪 进而感到说 很疏离 或者说甚至排斥 那在每一波的 文化战争当中呢 保守派的讲法 都会说 进步派很极端啊 会动摇美国社会 那他们就会说 保守派只是被动 反扑 所谓的backlash 但是在Dekater呢 这些进步派的市民 他们感受到的呢 是保守派在进攻他们 再发动文化战争 再侵犯他们的 生活的方式 保守派是怎样 发动文化战争的呢 在Dekater呢 大家感受到的一个 是进书 Book Banning 这是共和党 他们感受到 新一波文化战争的核心 那主要是右翼组织啊 他们这边认为说 他们要阻止 他们眼中的左翼 透过学校啊 媒体啊等等 来洗脑下一代 那所以现在 几乎所有的南方州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 共和党执政的州 这个公益学校呢 跟图书馆内的书籍查境 就变成是 共和党非常看重的一个战线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子的 他们的说法是有一个 批判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 然后他们认为强调 美国有很多系统性的问题 目的呢就是要 洗脑学生 让他们贬低白人 讨厌美国 推动反向的歧视 有统计显示呢 像是右翼的福斯金文台 在2021年的3月到7月期间 每一天都会提到 这个批判种族理论这个词 好几次 那6月份呢 他们甚至总共提到了 批判种族理论这个词 提到了901次 也就是平均一天 要提到30次了 那在行动上呢 这些右翼的组织 他走了两条的路线 一方面是透过州政府 来推动立法 比如说在2022年 我们的乔治亚州呢 他的共和党主导的州议会 就通过了一项法律 他禁止学校来教授 各种涉及种族性别性倾向的 所谓的Divisive Concepts 会引起分歧的内容 再比如说呢 这个福罗里达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当时也推动了一个法案 被批评者说叫做Don't Say Gay 就是规定学校 不能在8年级以前 教授任何规定性倾向 性别认同的内容 那12年级以前呢 家长可以拒绝让孩子 接收这一类的资讯 那现在在全美国的50周当中 有15周都有禁止教授 进行相关内容的这种禁书令 那18周有关于 种族跟性别议题相关的禁令 这些法律的措辞 其实通常都很模糊 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呢 许多的学校啊 图书馆啊 他为了避免麻烦 他就会主动下架 这一类的书籍 那有一些图书馆 真的看到 哇 整柜书都被布遮起来 这样的画面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些组织台会深入到 各个地区各个社区 特别是透过scoreboard 学区的委员会 来推动禁书的政策 他们呢 是需要确保学校来收到警告 然后确保这个违反禁令的老师 他会被解雇 By the way 在美国 就是学校的经费啊 人事啊 这些重大决定 基本上都是有这些民选的scoreboard的 选区委员来决定的 在各个学区 所以说这些组织呢 他因为这个通常参与的人数不多啦 所以只要有投入资源 有动员选民去支持他们的人选 要赢得这种选举 其实并不难 毕竟尤其是在2023年之前 这种选区委员选举 很多选区都只有一个候选人等级啦 然后整体的选民投票率也经常是不到一成的 所以这也意味着 这些组织只要有认真动员 往往其实是能够满轻松赢得选举 或者说得到地区共和党的支持 但这样禁输的政策 难道没有引起反弹吗 有耶 其实禁输的政策本身是引起满多民众的反弹的 所以像2022年CBS的民调就显示说 有八成三的人 百分之八十三的人 他反对去禁止批评美国历史的书籍 有百分之八十七的人 反对禁止描绘奴隶制的书籍 所以这种反对声音基本上是迎面倒的 那甚至连亲保守派的福斯新闻 他的调查民调也显示 有四分之三的家长 对于学校的禁输政策 已经表示担忧或者非常担忧 所以这个已经说明说 这个问题其实是跨越政治立场的 那过去这两年呢 也可以看到像是各地方的教师公会 或者说其他的组织也开始去反击 去动员关心这些议题的选民 所以在2023年开始呢 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 这种关于就是主打文化战争的 选区委员候选人落选的新闻 那我也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这些动员通常不是民主党推动的 而是比较是社区自主反扑的 像是Decatur的居民就蛮看到 真的就是很反对 用意来查见这样子的书籍 所以像比如我在Decatur就进到一间 蛮受欢迎的南方菜的餐馆 他墙上挂着一幅画 然后画里面有一条鱼 他就用旗捧着一本书 然后旁边有个对话框就写说 我读的是被查见被取消 是未经三姐的书 然后呢 这次呢我也去了Decatur 他本地很重要的一个年度的书展 那书展上有举办不少的讲座 其中一场讲座呢 他主办方案邀请的是一个来自 隔壁隔壁隔壁 Mississippi的州的小镇的图书馆员 他就来分享了他自己拒绝下架书籍的经历 他就说呢 现在每个州都在流传一些 荒谬不实的讲法 像什么图书馆的儿童书馆 现在有色情内容了 那他也强调说 学校的图书馆跟其他公共图书馆 那是不一样的 图书馆他馆厂一定有完整的一个发展的政策 他们的图书馆员都还要上这种发展的课程 那一场讲座的人超级多 就是200多人的场地 然后应该是几近了300多人这样子 然后我印象也很深刻 就是说在书展的同一天中午 在这个城市的中央广场 我也看到很多穿着就是 Bang Guns Notebooks 该进的是枪不是书的T恤的人 这个甚至是比什么穿着 比如说贺锦丽竞选衣服的人还要多了 有意思 所以这个社区的居民也在非常积极的去反击文化战争 对 就是这次我去书展之前 我也去了Dekatio当地的一家 童书的书店 然后这是一家蛮社区导向 蛮community oriented的书店 那看他们的网站的介绍 就也不是那种非常political 非常说我们就是支持什么政治的书店 但是他有很多关于比如说性倾向的书 或者说就是关于同理心啊 这个文化啊的书 那这种在今天在美国 也是有一点political啦 那我就去采访他们的经历哦 经历叫做Justin Clusie Estick 那请他跟我聊一聊 他对于社区的观察 那这家书店呢 他叫做Little Shop of Stories 他是在05年成立的 那Justin呢 他是在07年来到这家书店 他们除了卖书呢 平常也会举办蛮多的活动 或者说来策划一些书的书展 那Justin说他们店内平均一年 大概就会策划到100场左右 一年100场很多耶 对啊 所以Justin就跟我讲说 这家书店呢 他就是想要打造成一个社区的空间 一个孩子啊 家庭啊 具体的地方 跟他的一个避风感 所以比如说当孩子他挣扎于认同的问题 或者说比如说他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他希望可以让他们试图理解这一切 透过在书里面来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然后找到答案 我们想要确保 那同时呢也要确保说 各个种族啊 族裔啊 背景啊 不管他们处于什么阶段啊 不管他们的性取下啊 性别认同啊 可以让这些孩子在书里面 或甚至在书的封面上 可以找到自己 那Justin 作为书店的经理 他自己有感受到文化战争 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吗 Justin 在采访当中啊 他有跟我分享一个 算是受文化战争 就禁书影响的故事 那有一位教学经验 已经有超过十年的老师 叫做Catherine Rendell 那他之前任教的小学呢 是在Georgia的Corp County 科布郡 那今年三月 Rindell在学校呢 为学生读了一本 Scott Stewart 他的绘本 叫做My Shadow is Purple 结果就被右翼团体兼聚 然后学区委员就 引用禁书的法令 把他检故了 那学区委员会呢 他指控Rindell呢 违反了六项学区政策跟规定 尤其里面有两项 就是根据这个刚才讲的 Georgia在2022年通过的新法 这种禁止学校教授 关于种族性别性性性向等 有引起分歧的 Divisive的内容 那Justin就讲说 OK在Corp County 被禁的书就已经至少20几本在那里了 所以Justin他们就在书店里面 就举办了禁书的读书会 由他来负责讨讨论 说这些书是为什么被禁啊 那当前呢 社区呢又发生了什么啊 那去年呢 Justin他有邀请另外一本禁书 New Kid的作者来参加读书会 然后会上 他就随口问了作者说 那你对这本书 你自己的书被查尽的看法 那当时来参加的孩子们都超级震惊 就纷纷说 什么我很喜欢这本书啊 我读过这本书 我超级喜欢的 那对就是Justin说 他其实当场有点后悔啦 因为作者其实听到这个问题 当场看起来是 他说crestfallen 就很沮丧 但是从Justin的角度 他会觉得说 嗯 让Dekater这里的青少年 去了解到 有禁书这样的事情 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我们稍后回来 达文 前面你有提到说 在右翼积极主打文化战争的同时 反欧业引发了自由派的反向动员 嗯 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 反作用力吧 就是比如说在Dekater 可以看到当地居民 他对于文化战争的反应 是真的蛮强烈的 但是这个 不是因为 美主党的动员 这要再讲一次 而是因为他们自己 等于跟保守派有了碰撞 其实在禁书政策 沸沸扬扬之前 Dekater他一直都有关于 所谓邦联雕像 Confederacy雕像的一个争议 那今年8月 今年8月 Dekater的城镇中央的广场 他有一个新的雕像 节目 那这是纪念 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John Lewis的雕像 但是 在那之前 原本那里呢 是一座纪念 南方邦联的方箭碑 那这座方箭碑呢 他已经树立超过一个世纪了 一个世纪 那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 那这些邦联雕像 就是历史啊 就是南方历史的延续啊 对 但 其实这是上一波文化战争产生的结果 这里指的不是现在这一波文化战争 是100年前的另外一波 当时就是 南方白人 他已经输掉了内战 那输掉内战过了四五十年后 开始来 重新重塑历史 他们推广一个所谓的 半局命论 所谓Lost Cause 所谓Lost Cause 这个故事呢 他是强调的说 南方是因为资源不足才失败 但是我们的将士 是高贵的勇者 他是为了保卫南方的文化 南方的自主 南方的尊严而战 那所以 Decation那座纪念碑 他是在1908年建成的 那那个时候 内战其实已经结束了四十年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所谓的Lost Cause呢 你可以看到他倾向于 他是淡化 去奴的历史 那他衍生出了就是 啊 善良的奴隶主啊 然后 其实奴隶也很快乐啊 这样子的神话 在2020年 这个Black Lives Matter的运动期间 Decation的居民呢 就开始行动起来 那在内做封建碑旁边 就集会啊 涂鸦啊 要求拆除这样子的封建碑 那 我去采访了市政府的 市政厅的公务员Renee 那他就跟我讲说呢 最早参与这件事情的人呢 其实是一群高中生 是他们正式向市政厅 来提出这个提案 才让市政厅来关注 这个问题 那很快的呢 小镇上面的人 也对这件事情 就有了共识了 就是 原来那时候就跟我说 其实当时市政厅来 开会讨论的时候 几乎没有当地的居民反对 拆除这个Confederacy 邦连的纪念碑 那你说小城里面的居民 他已经达成了 拆除纪念碑的共识 那能拆吗 结果他们的意愿 却被州法来阻挠 那这条州法呢 啊 又是2019年新制定的 他说目的呢 是要专门保护邦连的纪念物 来防止地方政府来拆除 那这就是这一波文化战争的一部分了 当时的理由就是说 要防止进步派来 所谓的篡改南方啊 白人的历史 不过呢 大家知道就是 最后你可以决定 他还是成功了啦 那原因是市政厅 他找到了另一条法律 他向法院请求 拆除纪念碑 那理由是他 破坏公共安民 引发太多抗议了 法官同意后 才把这个纪念碑 终于可以拆掉 明白 那你觉得这些文化战争的议题 在乔治亚州 或者说在其他的摇摆州也罢 会对这一次的选举 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吗 其实从前面的例子讲起来 可以发现 一样不用拥耐民主党的动员 在这种进步派的小程里面 共和党跟市民的关系 就会越来越疏离 不管是因为技术也好 是因为邦领的雕像也好 那用意长期是 自己讲说自己在反扑 这在美国政治有个专门的词 是backlash 那对于小城的市民而言 他们所一次一次经历的呢 就可以说是某种自动自发的 对于反扑的反扑 backlash to the backlash 那这些议题呢 整体而言在全州或全国的尺度上面 是让选民的态度有更分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防守派呢 他就会透过这些政策来试图 动用他们的支持者 尤其比如说在乡村 在比较要防守派的地区 那进步派则会 有时候会被像这种技术啊 文化议题的共识 来激起反向的动员 尤其是在大城市 或者像这种进步派集中的 中小型的社区 那郊区白人比较有趣 他就有点夹在中间 共和党想要透过这一类的 来说服他们说 你看民主党很极端 他们是un-american的力量 但是民主党也想跟他们说 你看你看 共和党他们在那边 是在无理渠道 那这一次选战期间 双方阵营有没有就此议题 有过一些交锋呢 有啊 像是我上次在上一封 新闻信旧有写到 这一次创他们有一支 蛮主大的广告 就会拿跨性别之类的主题 来做文章 来做广告 说Camilla is for they then 好 那必须要强调 多数的选民在投票的时候 他不会不会那么在乎 跨性别议题 文化战争议题本身 但是这个呢 是用来建立一个更大的 一个他很极端 很不务正业的形象 那这尤其是要瞄准谁 瞄准温和保守派白人 以及一些价值观 其实偏保守的非裔 跟拉丁意难性 那在民主党这边有没有呢 也有 比如像这次Tim Watts 副总统候选人 他们就会强调一个 freedom的主题 自由 说你们保守派以前 不是最爱叫政府少管一点 怎么现在 要管技术也是你们 要介入医疗决定也是你们 要管控有些身体也是你们 他等于是把这些议题打包起来 一样等于是在强调自己 自己才是站在自由 这一个美国核心价值这一边 而共和党是在另外一边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像欧巴马任内 其实本来超级不想要打 这种社会价值议题 是到第二任期的时候 包含因为各种经济政策的卡关 然后包含因为美国政治 真的当时高度的激化 欧巴马反而成为了进步派的领导人 那像禁书这一题 然后现在拜登 拜登前两年 连禁书这个议题 基本上是碰都没有碰 是2023年年中 他要选连任 去年年中他选连任 但是民调疲弱 然后经济信任度很低的时候 他才回来说 那我们来主打禁书这个议题 那在第一支选连任的广告里面 他就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的拜登 就已经反而无力影响政治议程了 好 那所以在Dekater这种地方 你可以看到真的不是拜登什么带动的 而是他们自己在 雕像拆不掉啊 在戈壁老师被开除啊 这些在地的事件当中 他自己变得很有感觉 他对右翼感觉到疏离 感觉到排斥 那其实不止在Dekater哦 那包含像前面提到的 各地的学区委员的选举啊 其实经常是在地的 比如说教师工会啊 甚至就是在地的高中生啊 来发起这种反对竞速的运动 嗯 最后这次乔治亚洲的选战当中 你感觉到民众最关心的 其实是什么 未来这些文化战争的议题 还会有怎样的发酵吗 民调上乔治亚洲跟全国的趋势一样 问大家最关心的议题 最高比率一定是经济 所以New York Times Siena 在9月的Georgia的民调当中 问最关心的议题 28%选择经济 16%选择堕胎 14%选择移民 其他议题包含刚刚讲文化战争的议题 都只有个位数 但是 但是 在不在乎一个议题是一回事 但是 整体认不认为候选人 他站在我自己这边 有能力帮助像我这样的人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在Georgia也好 乃至在全美国也好 这些都成为了候选人竞争的重点 就是 谁代表未来 谁代表改变 谁站在一般人这边 那所以在选战的最后阶段 你说经济政策也好 你说刚刚讲的文化战争 也好 其他任何的议题也好 其实都可以回到像刚才讲的 这一些问题来理解 那这里很多 其实是全国共通的议题 但是如果单看Georgia的话 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例 像是在亚特兰大周边的 有钱温和保守派的白人 大家其实对Trump的看法 都已经蛮固定了 可是就要看 Kamela Harris和锦丽 在这些面向上 能不能够让他们相信说 我不极端 不恐怖 你们是可以投给我的 不一定要去投给Trump 那在Georgia 还有为数众多的黑人选民这边 那黑人 当然还是高比喻支持民主党 但这边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说 是不是一些年轻黑人 男性尤其 有一小部分可能被Trump吸引 而更多一些人 可能就单纯就是无感了 他们无感 为什么年轻黑人男性无感 他一方面不像上一代 有那么强的种族压迫的记忆 他们也不像同龄的女性 对于多胎权也好 对于Kamela Harris 他所代表的改编 或者Trump 他所代表的那些东西 那么的在乎 他们可能觉得说 反正这些人都一样了 尤其他同事来说 在一些贫穷的 黑人占多数的郡 能不能够提升 这些人的投票率 也是重点 那这个在 我们有另外一篇专访 在就是访问了 乔治亚的历史的教授 就有提到这件事情 那在乡村地区呢 蛮有趣的是在乔治亚 比如像是电动车 Electro Vehicles EV 就是一个会被提到的东西 那这是在民主党的白宫 支持下 共和党籍的州长 他积极地推动 电动车的投资 希望像现在汽车这些 可以创造许多 高薪资的制造业的工作 甚至进而带动 下游的产业 进而带动民生的产业 可是对于一些乡村选民 对于一些共和党的 政治人物来说 他会觉得 这是无谓的 这是来抢水 抢土地 来提高我们的房价 他不认为这是在帮助 我们这一些人 一般人 把工作带回来 那甚至呢 可以听到 他们会把它放在 所谓的Walk 这种觉醒的议题下面 来理解 他就觉得说 就是精英在那边搞觉醒啊 然后一直把钱 投在气候变天上面啊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对 经济议题很重要 大家最关心经济 但是 经济议题 它经常 其实也是有文化 或者说是文化战争 这个面向 谢谢达文 谢谢杜 本期节目由您会主持 陈里亚制作 HY编辑 剪辑与声音设计 王伯伟 以及江河媒体工作室 Alex生 王建峰 欢迎你在YouTube收听端文 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 随时发表您的想法 参与讨论 也欢迎你在Apple Podcasts 或者Spotify 为我们评分 如果你喜欢端文 欢迎你成为端传媒的订阅会员 支持华文世界 不可或缺的深度报道 与多元声音 同时 也欢迎你追踪端传媒的 社媒平台 掌握更多 与我们细细相关的新闻 有价值的新闻 与我们紧密连接 在节目资讯栏位 可以找到相关订阅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的端文 我是林慧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